政治大人物 企业CEO 有何成功的秘诀 制胜的绝招 周日Mr.Bick 请他们说分明 社会重要议题 台湾文化传承 哪些话题最新鲜 最有趣 周日Mr.Bick 带您关心台湾脉动 每周日下午3点02分 跟着主持人郭志珍 您也是周日Mr.Bick 各位中广新闻网的听友 大家好欢迎收听 周日Mr.Bick交点人物 交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访问 到的是 季州安文学森林 即微信杂志的 总干事陈卉卉小姐 卉卉你好 志珍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卉卉 其实在台湾近几年来 其实一直很流行 大家也觉得是很好的 就是开始在台湾很重视 所谓的文化古迹 也推动了所谓的老乌新生 所以在之前 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的 应该算是老乌新生 在台北的代表应该算是清田七六 很多人知道 但是 是不是很多人 不知道台湾在台北 除了清田七六之外 还有很多也很棒的老乌 而且他被赋予更重要的 新生的生命的意义跟责任 老乌新生不仅只是说 把老乌维护下来 我们给重新修复 让市民能够有一个新的去处 一个老乌新生的过程里面 如果可以让老乌重生 除了修复他的硬体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 要他必须要承担一些 或者是再赋予他一些更重要的 因为他毕竟是个历史 他如何从历史走到今天 还能够赋予不同的文学的生命 或者是历史的生命 或者是其他种种种种种种 对我们是有一些影响的 看看来 季州安文学森林 对在这件事情上面 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而且好像也有很多 不一样的任务正在进行中 那在谈证之前 我想还是先回到刚刚 卉卉在帮我们介绍 季州安这一个 早在1917年 兴建的季州安料亭的支店 其实那时候 它是有三栋不同建筑物的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真的只剩下一栋 就是你刚提到的 修复之后的梨屋 那其他的那两栋 当时它的功能是什么 那它的风貌是什么 或许我相信很多听的朋友 听到这边 应该也会很好奇 回溯当年那样一个繁华盛况 那些本馆 别馆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 那为何又会走进 走进历史的废墟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的本馆 原来是两层楼的木造建筑物 那非常的简单 一楼就是他们贫松家族的住家 跟就是厨房 这些地方 工作的地方 对工作的地方 那二楼就是分别有一个大厅 或者是有包包厢这样子 但不复使用之后 就变成改成三层楼 那就变成二楼是住家 还有部分的包厢各式这样 那三楼就是一个将近100个榻榻米的大广间 哇 那就是一个宴会厅 对 但是它一样可以用拉门来做隔间 可是它最特别的是说 它有一个长廊可以直接连到水岸 你说从那个本馆 直接通过一个长廊 拉到新店西河岸 对 当时河水清澈嘛 是以香鱼最著名 那这些就是宾客们 他们在本馆里面用过餐 或者是没用餐之前 他们会先从在新店西上饭粥 那当场在船上有船夫可以当场捕鱼 捕香鱼 马上就做料理 然后简单的用过这样子的鱼料理之后 又回到济州安来 同时提供洗浴的功能 舒适的功能 真的这么好啊 然后换上寓衣之后 就开始了很重要的这个晚宴 对 那所以那里热闹非常好 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慕名而来的人更多 于是有了礼物 礼物也是一样 就是说它主要就是工 全部都是二楼的大广间 然后一楼的这个分别的包厢 这样子还不够用 就有一些人他们希望是更加的更隐秘的 所以就 独立的 独立的 所以就盖了一个别馆 里面只有两个大房间 所以别馆是属于VIP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 在目前修复的里屋 就有一个小小的长廊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通到水岸了 因为现在有水源快速道路的 很高的这个堤房挡住 除了堤房之外 还有很多汽车把它挡住了 对 所以有一点可惜 在那个年代 站在济州安本馆的三楼 是直接可以眺望河岸风光的 不管是夜景也好 那为什么夏天对日本人来说 非常的苦恼 因为时代太热了 因此细水 以及在河堤旁边 河岸旁边散步 是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 消暑的良方 因此冀州安就一直担任的 很重要的这样子的功能 是是是 OK好 所以原来这三栋三栋不同的建筑物 当时是有它的先后次序的缘由的 是 现在讲一句 现在的商业用意就是说 这是因为已经不服使用 生意太好了 公布应求 生意太好了 所以不断的扩张了 是是 但事实上我们刚刚说 其实到最后只剩下离屋了 因为其实本馆跟别馆先后都被火烧掉了 是不是 对 有经历过两次的火灾 那更重要的是说 因为没有维修 而且最高的记录 三层楼的本馆 几近两百多个人 那别屋 离屋也是一样 有非常多户的人家 那年久失修一定是 木头会腐烂啊 之类的 而且会 就是会倾斜 是是是 那 看起来确实就像一座废墟 所以当时 台大成交所学生 跟王文鑫老师一起在号召 还有附近的里面 其实最主要的 为什么会发现 是因为 当时台北市政府的建管处 应部分的居民的需求 想要在那里 把所有的一些百年的老数 全部砍掉要盖停车厂 那确实 确实有一群人是有实用上的需求 但是有一群人是觉得 那些百年老数是台北已经少见的 那些真的是有深刻的感情 所以有一部分人就出来说 他们希望可以维持 就是 把老数维持下来 就算没有办法全部 也至少保留部分下来 因为为了保护这些老数 才发现济州庵 然后 再经过这些人的这些活动 然后 诉求之后 那终于保留了将近 差不多五六 五六颗目前为止 所以 那卉卉 你有资料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当时那一个济州庵的那些老数 大概有多少数量吗 那时候至少有三十颗以上 所以现在只保留五六颗 只剩下五六颗 其他他是被移植呢 还是被砍掉 没有就被砍掉 你看心都痛死了 那现在济州庵的 重新恢复的这个离屋的旁边 本来有五颗 然后公园里面有一颗 那五这五颗其中有一颗呢 得了核根病 核根病 所以要维护这些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这会传染 对树来讲会传染 所以核根病治疗就先砍掉之后呢 要先做薰针的作业 把这些菌 不然他会传到 因为现在剩的四颗里面 有一颗是105岁 有一颗96岁 两颗105岁 左右一颗96岁 一颗79岁 所以为了要使这几颗老人家 这几个 这几位老人家 不要受到这些细菌的侵袭 所以我们光是花那个薰针作业 然后再去检验 再确认没有问题 就经过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是很花时间的 是很花时间 所以后来当然您这样讲 我就还知道了 当然当时最早是因为 为了救老树 事实上为了救百年老树 而意外也拯救了 对 基佐安 这个礼物 那事实上这个地方应该照理说 它算是属于台北市政府的吧 所以现在是由委托经营 对不对 现在是委托经营 委托就是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的经营 是吗 其中要恢复 因为前面经过很多的努力 然后再加上工程浩大 所以它真正的完成是在2013年 OK 2014年 2013年14年之间 那就由台北市政府 它直接管理 那它旁边有一个新管 新管是为了使它变成像是一个文学的管所 它必须有办公室 是 然后有书店 所以这个新管呢 大概就是提早两三年完成 那时候完成 对 11年完成 所以 今年才开始 古迹的部分是跟新管合并 委托给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经营 是 那为什么是由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 是 这是一个标案 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去投标 但是要看文化局需要 希望能够保留 集中安以前的 虽然是料理屋 但是有一个非常浓厚的文化的整个城南 因为为什么不是只有文文心老师住在那附近 因为那里是一个文教区 所以余光宗老师的 他的像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的铁轨 讲的就是在集中安旁边经过的万星铁路 这个铁轨 那 除了这两位老师之外 尔雅出版社 洪范出版社 纯文学出版社 他又靠近重庆南路的书街 所以希望这个地方 硬体 它 可以恢复 但是内涵上面呢 还是跟文学活动 紧密相连 所以这五年来 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 它的母体是文训杂志 那文训杂志已经有34年的历史了 它所有的重心都是放在于文学的服务 与文学的教育 那文学的服务就是包括对资深作家的照顾 所以它每年都会有一个重洋的特别的活动 那文训杂志本身呢就是会有让等于是台湾文学的重要的作家都在这里有有一个写稿发表的舞台 那它的资料中心呢 一千六百场的一文活动 所以你刚说 因为我们后来西北市政府协助修订修复了古迹嘛 然后在旁边也盖了一个新馆 所以现在整个营运跟行政就是在新馆这边运作 那新馆这边除了行政业务之外 它还肩负了什么样的功能吗 对我刚刚说的一千六百多场活动呢 包括了讲座 包括了座谈会 包括一些新书发表会 还有可能有一些新进的 比如说是民谣歌手 他们在这里也有一些音乐的发表 也可以做音乐发表 所以呢它的一楼呢 它的一楼是一家书店 还有一个比较比古迹的大广间小一点的展览空间 那还有一个人文的茶馆 那二楼就是办公室 跟一个多功能的这个表演的空间 那这个空间就是我刚刚说的 可以做座谈会做讲座的 那三楼是一个人文讲堂 是一个有课桌椅的 是有非常多的老师 也是重要的老师来开课 比如说是王邦雄老师 欧丽娟老师 他们最近的是黄文博来开课 那这个就是 是比较少数的是收费的讲座 大部分都是免费的活动 就是由基州安这边自己营运办的活动 蛮多是这样子的 那一般的外面的人 如果希望自己也做活动展览的话 也可以来申请产地吗 可以吗 尤其是我们我们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友善空间 嗯 什么叫友善空间 就是因为呃我们希望出版社 他们的作家的第一本书 任何一个作家的第一本书 我们都会免费提供场地 嗯 让他们来使用 因为出版社都穷兮兮的 很辛苦 很辛苦 嗯 嗯 作家个人 他也可以来申请 嗯 呃一些非盈利组织的团体 特别欢迎校园 OK 就是高中校园 因为所谓的文学服务就是指这些 创作新鲜人 对 嗯 文学教育也是一样 就是希望呃年轻人呢 他们可以用一个呃就是免费的方式 有场地让他们有呃发表 或者是任何的展演的呃空间 是嗯 OK好 其实看样子那边的活动还真的真的非常的多 疲于奔命 疲于奔命啊 其实真的是对于所有台北市市民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跟福利了 因为呃当然有因为这么你们这么一群热爱文学 热爱活动的这样子的人在办 其实才会让这个地方疲于奔命 让大家有幸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文化的赏息 可以在这边进行呃享受那样子的一种好的文学的领域 嗯嗯嗯 好那其实我们刚知道说您刚说呃呃李屋是1917年呃整个 应该说纪州安别馆 支店是1917年建立的 至今快100年 今年2017年 刚好100年 刚好100年 好那到底100年 经过100年之后 又经过历史 经过战火 经过祝荣 再经过修复 至今的纪州安文学森林 面对这个100年的 这个重大的日子 他又有什么样的 发展跟变化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中 我们请回来告诉我们 其实纪州安100岁了 100岁的老先生 该怎么办 庆生 我们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中 我们继续聊